虽然它还没有出来 你看看这一念的发心 是决定了它的种性 你这一念成佛度众生的心 这个念头那惊心动魄 你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是自私自利的 都是追求自己的快乐而省人力己的 忽然有一个人一个菩萨发心 要贡献自己要无我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为众生得离苦 那你说说这是什么心呢 你真的这个心发起来 那是惊天动地了 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是口头上发达 所以谈这个持持菩提心 就是前面经过你的选取 不是小心不是伪心 不是偏心不是邪心 是正大圆真的心 那这个菩提心就是一切善法当中 无与伦比的 那这样的菩提心不是小可因缘了 必定有大的因缘 才能发得起来 因为我们一定要认证 凡夫众生都是有巨神我执的 有身见的 这就决定了他的自私 他难视他的人性里面的常态 那发菩提心恰好完全是超越这些 那是大的因缘 大的因缘 这谈因和缘 因则是在自己证明来说 叫内因 就是我们生命的里面 有这个正因的菩提心 但还要有叙事的善跟福处 再加上有一个外源 你能遇到善知识 遇到佛法 遇到能够把你这个 古墨在烦恼分别里面的 菩提种子能够撬动起来 能够唤醒的这种力量 你才能够发得起来 否则 它是永远在那里冬眠的 好 这里进一步标取 这个因缘有十种因缘 约有十种 这是说发菩提心的因缘很多 但是你概述为十种 是哪十种呢 好 你看这十种因缘 不是简单的排列 里面还是有内在的勾索关联的 第一个 就是要念 念就是细念 铭记不忘 念什么呢 念佛对我们有重大的恩德 佛来到这个世间的 世线 也不是小世因缘 也是大世因缘 他来这个世间 世线八项成道 乃至于无量的化身 来度众生 就是要把我们众生的苦 与我们涅槃解脱 成佛之乐 这个过程不是今生乃至多生的 对我们众生有重大的恩德 但常常我们都不知道 只是通过佛经 通过善知识的开导 我们才知道 原来在这个世界当中 对我们有巨大恩德的是佛 所以要念佛恩 第二是要念父母的恩德 那这个大概 大家都感同身受 能够念得起来 但是真正能对父母的恩德 能够起来也不容易 常常是你在小孩的时候 常常就是叛逆 父母对他的苛刻铭心的大爱 他可能感知不到 往往是自己成家了 做了父母的时候 才会掉过头来 知道一下父母当年对我的恩德 要念父母的恩 第三要念师长的恩 父母给了我们的身体 师长给了我们的世间的礼仪 和修道的法神会命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离不开师长的教导 只要念师长恩 第四要念师主恩 主要针对出家人而说 因为你出家不从事生产 这个贸易 你的修道的基本的生存 是师主来成就的 要念师主 第五要念众生恩 对这一点可能 大家就比较陌生一点 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呢 其实众生对我们恩德很大 生生世世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 不仅人道的众生 乃至于畜生道的这些众生 对我们都有恩德 比如狗帮我们看家门 我们忠心耿耿 牛跟我们耕田 鸡跟我们报晓 这些都是恩德 要念众生 好 这前面五种都是对外而念 是谈感恩的 知恩报恩的 第四呢就开始 面对自己来思维了 首先是念生死苦 念我们在无量节以来 生生时事 时事生生的轮回之苦 这一点可能 大部分人是没有感觉的 第七呢是尊重己灵固 这个也是比较陌生 就是对我们现前一念的 淋漓不昧的自信 他与十方三世一些诸佛 平等不二 要尊重己灵 尊重我们本具的佛性 第八是忏悔念障 是为我们无量节以来 念障深重 如果念障很大 不去忏悔这个菩提心 被严重的遮盖 不能出来 第九就是求生净土 要思维我们即便在这个世间 触发菩提心 但要圆成菩提佛果 这个世间很难 所以求生净土 才能完成我们 发菩提心的最后的 圆满的佛果 第十 就是发菩提心 为人正法得久住故 正法就是指佛法了 尤其对于末法的时候 法若膜强 正法教心离果都有 有有有教法 发了大菩提心的人 真修实干的人 那这个佛法也赖这些 发菩提心的人来登登相续 发阳光大 那正法也可以长久的 住在这个着恶的世界 所以为令正法的久住故 那这里第一个是报答佛恩呢 怎么样才能报答佛恩 那从第十个 你能令正法久住就在报答佛恩呢 那你要念佛的恩 报恩还要同时 我能够修行闻到佛法 是离不开父母 离不开师长 离不开师主 离不开众生 所以这些通过知恩 报恩 引发悲悯心 最后把这个菩提心的种子 给它唤醒 这就容易下手 如果你真的让我们说 这个 发那个很大的心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自己未度先度身 其实很多都是口头上的 但是发菩提心 跟我们有重大的关联 如果我们是把生命的目标 定在 了托时成佛道的这个层面 那菩提心的发起 就是先具前提 这是成佛的种子 如果你不发菩提心 你就成不了佛呀 你种子都没有 怎么谈收获呢 所以它很重要 很重要从哪里开始呢 它在我的 个人生命的情怀上 也必须要发菩提心 因为有这么多的佛 父母师长 众生对我有恩德 我都要报恩呢 那报恩怎么报呢 唯有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成佛才能报这些恩德呀 这就有一个下手处 好 请看下面 云和念佛众恩 为我施迦如来 最初发心 为我等故 行菩萨道 今无量节 备受足苦 我造孽时 佛则哀怜 方便教化 而我愚痴 不知信受 我堕地狱 佛负悲痛 欲待我苦 而我业重 不能就拔 我身人道 佛已方便 令众善根 世事生生 随足于我 心无战舌 佛出出事 我上沉沦 经得人生 佛已灭度 何罪而身莫法 何福而欲出家 何障而不见今生 何信而攻逢舍离 如是思维 相识不重善根 何以得闻佛法 何以得闻佛法 不闻佛法 焉知 常受佛恩 此恩此得 秋山难遇 至非发广大心 心菩萨道 建立佛法 救度众生 纵使 粉骨碎身 岂能仇达 视为发 菩萨心 第一因缘也 这就具体的来解释 发心的十个因缘 首先就谈 第一个因缘 念佛众恩 什么叫念佛众恩呢 这里的佛 就以释迦牟尼佛 我们这个世间的教主 作为一个标范来谈了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是能仁的意思 牟尼是寂寞的意思 能仁是以慈悲 利益众生 寂寞是以宁静 自己的道业的安利 也就包含着 自利利他的德性在里面 我们在本身故事里面 也会知道释迦牟尼佛 多生多劫的 菩萨道的行业 最初发菩提心呢 是他在无量遥远的时代 有一位古诗家 视线 有一位陶师 供养佛 发心 要成佛 成为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 也希望自己的名称 也同样的名称 希望弟子的弟子的名称 也跟古诗家一样 还真的给他复制过来了 最初发心 从藏教来说 从初发心到元臣佛国 要经过三大阿征几集了 从元教来说 那是动经成典集了 那既能发了菩提心 那就要悲心度众生了 所以为度我等众生雇行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六度万恨 就是舍己从人 就是以无我的智慧 那真的是不为自己 就是为了度众生来修行 那这样的修行就是动经无量节 所以不是三大阿征几集 是无量节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释迦牟尼佛只是这一世 在这个世间作佛了 法化经称信而说 由己开本 我们才知道释迦牟尼佛 乃是成典节以前早已时辰的一种古佛 他属度的众生无量无边 从地下涌出的菩萨都是无量无边 都是释迦牟尼佛教化发行的 所以他不是这一次来 而是多少次来我们这个南颜佛提 来作佛度众生 这是他成就佛果 那成就佛果之前行菩萨道的过程 那也是动经无量节 备受足苦啊 这个行菩萨道 你要利益众生 他就要 叫 就很辛苦啊 叫难舍能舍啊 难行能行啊 难忍能忍啊 你修六度布施 不仅这个钱财外物要布施 就是头目脑水也得布施 妻子孩子也要布施 国王什么都要布施 而且是带欢喜心去布施 看到老虎都奄奄一丝饿 饿得要死 那舍身是腐啊 把自己的身体血路舍出来 救老虎 为了救治鸽子 把全身的肉都割下来 也再说不止 在饥荒的时代 自己变成大肉山 在缺水的地方变成大河流 修人肉 被冤家骗骗隔接身体 不生诚恨 而且发 发慈悲心 为了度众生求法 为了半计 可以献出生命 能够剥皮为脂 膝骨为鼻 赤水为木 你说辛苦不辛苦 所以这个发菩提心 不是口头上的 但是你真干的 为什么发菩提心的人很多 最后成就菩提心的人很少 菩提心难发 而又容易退转 这个特点 难行呢 难忍呢 摄地佛他有一次 发了菩提心 说要度众生 第十天就在考验 你是不是真的发菩提心 因为天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是口头上发的 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他要考验一下 如果三观的话 他也过了两观 最后一个就过不下去了 那这个变化成 婆罗们年轻人说 我要一个妖影子 这个摄地佛说 我正要度众生 他要救母亲那个妖影子 而且要一个发菩提心的人的妖影子 他说我正好发菩提心 那我就正好就要度众生 他说要眼睛 要眼睛做妖影子 那摄地佛就把一只眼睛就挖下来 这叫难舍难舍吧 所以眼睛不容易死 他毫不忧郁地割了眼睛 那婆罗们年轻人说 你怎么这么性急啊 我要的是左眼呢 你怎么我把右眼挖下来了 这摄地佛觉得 哎呦 这个好 你要左眼再把左眼挖下来 这是不是就是难行能行啊 这两关都通过了 最后这婆罗们年轻人拿到他的两只眼珠子一纹 说你这个眼珠子是臭的 抛在地上用脚踏 这下摄地佛就受不了了 他就说你这个逼人这么难度 我不理你了 众生难度 我还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 以身分称去求寂静涅盘吧 众生是刚强难话呀 这就叫难忍不能忍 很多行菩萨 难舍他可以舍 难行也能行 最后难忍他忍不了 我们生团住持室的有的 辛苦没关系 但是被别人诽谤了 他受不了 他忍入布罗密 就是要忍了 你如果还忍不了 说明你的空性还没把握 还有能数之相 所以这个备受祖苦这四个字啊 真的是贪何容易啊 当释迦摩尼佛最后成佛的时候 百万魔君来攻击 所有的刀剑都变成莲花 魔王波玻璇都很惊讶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法定 那释迦摩尼佛说 你只是修了一点福报 得到魔王的位 我是洞见无量节 死去的无数的生命修行的 地神出来作证 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没有一寸土地不是这个菩萨 为度众生流血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佛是有同体的大慈悲心 那教化无等重生 但虽然我们听到 佛的这样的悲心的教化 还是那样的无名愚痴 不相信 不接受 还认为这是佛的方便之语 佛是瞎我们的 哪有这回事 就类似现在一些人 你跟他传达佛的 讲三十英国六道轮回 他不相信 他还哈哈大笑 没有这个事 那他造孽就更没有 更没有阻拦的力量了 那造孽会到哪去啊 那一定要下地狱的 所以当佛在经典当中 对阿难说这句话 在佛言所看 是人生者如大地土 得人生者如爪上土的时候 佛多么的哀怜 就是刚强难化 不相信 不接受 于是行为不改变 还是按照他的贪嗔痴的 烦恼去做事 三恶道就是他的贵宿 那三恶道里面 我们到三恶道轮回了很久了 我们跺到地狱的时候 佛也没有舍去我们了 我们跺地狱 在那里水深火热 刀山剑树 灰河雪河 佛就更悲痛了 因为佛是跟我们同体的 佛是把一切众生 等同一子 罗罗和罗 你做父母的看到自己 唯一的儿子去下了地狱 他是什么样的悲痛 别说是受地狱火 就受人间牢狱之灾 父母都不得安宁了 所以这个 虚间牢狱就悲痛 悲痛的就想 带我们在地狱里面受苦 让我们置换下 佛替我们受苦 你看是这样的悲心 但我们造的恶业实在太重了 虽然佛还在想待我们受地狱之苦 但我们还是在地狱里面不能信受 不能被救拔 这涅障能敌须弥 能伸大海 能障胜道 你到地狱里面 他每天万死万生 佛放光他结不到 佛的慈悲声音他听不到 这时候你也不可思议 就像恶鬼道的众生 他这个恶的要命 就干渴的要命 但是他一接触到河流 本来都是水量丰沛的河流 在恶鬼的眼里 这个河流就干渴了 或者河流的水变成了浓血了 就同样一个水 我们看的是水 恶鬼看的是浓血 这就是涅力重 正阿罗汉国的人有说明通 他就知道自己 曾经在地狱里面受苦的情形 他一知道自己 原来在地狱受苦的情形 他的那种恐惧 不是流汗 是流血 每个毛孔里面出血 那很苦很苦 我们还体会不到这个苦 有时候我们说 一个人受苦刑 用三百根毛 来刺他的身体 那我们觉得这个灵池或这样的苦应该是很苦了 但比地狱的苦相比 这是小差一跌 地狱比这苦的百千万亿倍 好 这样从地狱里面好不容易受苦完了 一般的业果是地狱道受完就到恶鬼道 恶鬼道受完到畜生道 畜生道受完到人道 人道里面又是六根不拒 龙芒阴雅 下贱贫穷 那得人生那也是一个侥幸 那说明生道呢 善道呢 比三额道要强得多 在佛的眼里肯定比较高兴了 比较欢喜了 所以佛就赶紧过来 以种种方便 要令我们在人道里面 听佛法 种善根 所以佛在人道里面 正面的他是四行八项成道 这是显的一面 隐的一面 实际上有无量的化身 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 随行众生 教化众生 令种善根 乃至于现在 我们不要以为佛已经灭度了 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实际上佛的涅槃是一个四限 地藏菩萨本元经说的很清楚 佛灭度之后 仍然要以百千亿的化身 跟地藏菩萨一样 来救度众生 佛不是说涅槃呢 我该休息一下 还是没有休息 那我们种世间和初世间的善根 这样就动精无量节 生生世世 在六道里面 跟随着我们 随着于我 虽然我们迷惑颠倒 刚强难化 不知恩 不报德 但是佛心 没有一念的 暂时的 放弃我们 就像任言经讲的 十方奴来连念终生 奴母一子 就像慈母意念 那个离门远处的儿子 但这个儿子 舍父母而流浪 他是从来不会想到 在故乡 还有一个慈母 天天在 信念他 关爱他 盼望他回来 我们应该不知道 就这一期 实际上蒙尼佛 事先八项成道 也就是距离我们 两千五百多年 但实际上 范网经说 佛来这个世界 已经八千次了 佛这一次 降旦在 加批挪位国 事先为一个太子 于成出家 苦恨六年 四十九年 一代识教 谈经三百余会 当佛出世的时候 我上成人 我就自称了 我捏仗重 还在山坡道里面流浪了 现在侥幸得到人生 一看 佛已经灭度了 所以佛在这个世间的视线 是稀有的 是短暂的 就比喻为 忧谈不落话 昙花一现 就像电光一闪 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都是在 这个 自己感慨 感慨 自悲 悲痛 我是什么样的罪孽 生到了末法时候呢 我作恶事 末法之秋 生到这个时空态里面 都是罪孽甚深的众生生过来 所以一定要有这种 自知之明 所以显安大师说 我是何等的罪孽生到这个末法 那你看显安大师在世的时候 还是清朝初年 也是清朝最好的一段时段 一段时段 他都感慨自己的罪孽 如果到了现在 又不知道 更深痛的感慨了 但值得庆幸的是 出家 是何等的福报 而能够出家 这个 出家一法 在佛教里面 他是给众生开启了一条 圣庙的解脱之路 全新的生活方式 一切诸佛 都是实现出家来做佛的 这个家庭就是烦恼的元素 所以有福报 有善根 他才有出家的 这样的机缘 那现在可能有的人觉得出家 好像是你在社会上受到挫折 活不下去 他可能还有这么一个偏见 世间活不下去的人多了 你就问问乞丐 他饭都没得吃 劝他出家 他是坚决不出家的 为什么 他没有这个善根 他认为出家 这个太难受了 所以出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要真正要出家 不仅出两三门之家 乃是要出烦恼之家 出三界之家 这才是真正大壮腹之事 这就有福报 那是何等的孽障 不见佛的指摩真经 又何等的幸运 而在末法 以出家的身份 能够遇到佛的舍利 阿一王的舍利 这是阿一王室 说阿一王在世的时候 是大复乏 欲死鬼神 就是有八万四千塔 在正胆国有十九处 现在好像就是 就是宁波的阿一王室 发现了一处了 这是在西境的时候 有一位菩萨 也视线为一个猎人 叫刘沙赫 刘沙赫他视线猎人 有罪下了地狱 是阎王爷说 你要掺和捏障 必须要寻找舍利 所以他就到处寻找 结果在茂山这个地方 就听到地下有声音 他就在那拜拜拜 从图像出了这么一个舍利塔 所以就用那个 开始建一个寺院 那现在拜的人也很多了 不是很大 这个书名那么大 大家反映 看的各种颜色不一样 这个 有机缘 大家可以拜一拜 那设地呢 就是佛的灵骨 在法华经 他有一个说法 本来佛是可以长久住世的 只是由于众生的 如果长久住世 他就生不起稀有难遭之想 他就不会去赶紧修行 所以佛就视线 这个视线涅槃也是 为度众生 就比如一个住父亲的 他天天在家里 子女都觉得很熟了 对他的教诲不放在心上 所以这个父亲看到子女 这个不听教诲 不去 不去 奴教修行 就方便说 我要出去 出远门了 出远门呢 我给你们留下了一些药物 如果有些问题的时候 你们可以服药 就能健康 所以这个父亲 离开远门之后 家里的小孩还没感觉 过段时间 妇人那个 有人来报信了 说你的老父亲 在外面去世了 这些子女们 听说自己的父亲 去世了就很悲痛啊 很悲痛 由于悲痛之余呢 就想起来了 父亲临走的时候 留下的药 所以开始就服这个药 服药呢 就 那种 身心的迷狂状态 就好了 清醒了 等到他健全的时候 父亲回来了 所以这个 世线 说在外面死亡了 这就是涅槃 这个死者来报信 就是舍利 通过舍利子 大家 去拜他 知道 也是提醒 一些法的无常 佛不在这个世间 他的教法 还留在这个世间 所以 拜舍利 消灵状 得福报 开智慧 引发众生的 信根 这是佛用舍利 来度众生的 一个善巧方便 所以这个 行恩大师说自己能逢到这个舍利 也是 非常庆幸的 所以他敢佛恩 能够染指 所以 卢是这样的思维 就是悲喜交集 一方面悲痛自己的 涅装重 这个 罪孽大 一方面也庆幸自己 还能够出家 还能遇到佛的死离 所以 如果 不是多生多劫 种到善根 那今生 怎么能闻到佛法呢 闻不到佛法 怎么能知道 无量劫以来 佛对我们 这么大的恩德 我们多生多劫 生生世世 曾经 接受过佛的 这么巨大的恩德 读佛经 我们才会知道 因为你不接触 佛法 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我们这些 涅装重的重生 有个特点 就是不知恩 不感恩的 你知恩就很难了 那感恩 那要付诸行动 就更难了 好 这要思维 佛对我们 这样的恩德 那就是 比山还高啊 比大地还广啊 用高山 又大山之高 大地之广 来比喻佛对 我等众生的恩德 都难以 比框 百千万亿分之 一分两分啊 那既然佛对我们恩德 这么巨大 那怎么去报恩呢 我们说 也可以去供养 佛舍梨 就像这个佛舍梨 要精美的饮食去供养 香花供养 床 帆 宝盖 音乐 都能做供养 但是 真正报佛恩的 核心 还是要 顺应佛心 称何佛心 佛心是大慈悲心 是预订一切众生 吊身是出轮回 成佛道的心 所以 真正报佛恩 就得要发 菩提心 这就像 普贤恨远平讲 广秀供养 一切供养当中 法供养为罪 何为法供养 法供养就是 菩提心 菩萨道的核心内容 所谓 卢所修行供养 利益众生供养 奢受众生供养 待众生受苦供养 勤修善根供养 不使菩提心供养 你就是要发菩提心 心菩萨道 在无三宝处 建立佛法 众生之所以轮回受苦 就是由于没有佛法 不知道生命的真相 所以我们要报佛恩 就得要弘扬佛法 助持佛法 来救度轮回当中 苦难的众生 如果不是这样做 你就用其他的方式 来报佛恩 重来你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搭进去 粉身碎骨 你岂能筹达佛恩之百千万亿分之一呢 你说我们天天去上供养 难道佛需要我们一挂香蕉吗 几盘饮食吗 有的人供养一点水果 还跟佛讨价还价 我现在有个事求你老人家了 你如果帮我解决了 我就来还愿了 我今天晚上要打麻将了 希望能赚钱 赚到钱呢 说明你好灵了 明天我就买一桶油 买一挂香蕉 有的众生跟佛伯萨讨价还价 你说佛心是这个样子吗 他需要你那点东西吗 所以你就是生命搭进去 把你生命捕食出去 都没有办法筹达佛恩之百千万亿分之一 佛需要我们了生时出轮回 成佛道 佛需要的是这个 佛已经早已正到无我的大慈悲心 他不要名不要利 不要所有的一切 唯有的要你成佛 是这么一个心 所以我们去思维 我们去意念 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恩德的时候 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把我们的本具的菩提心 给他发起来 而且要思维 无量劫以来 佛也跟我一样是凡夫 就是由于他发了菩提心 精进不退 悍劳人苦 最终成了万德庄严的佛陀 那也许无量劫以来 我也跟释迦牟尼佛同样发心 但是自己呢 中途退转了 懈怠了 放逸了 所以就在生死轮回当中 不断地轮回 而且轮回的越美框越来越下 心性一点智慧都没有 所以发菩提心度众生 最终就是度自己 是由于要有苦难的众生故 才升起我们的悲心 由悲心才升起菩提心 由菩提心才引导六度万恨 由六度万恨才结 一些种制的佛果 所以一些菩萨思维 成就佛果的最终的因缘 是由于有众生故 没有众生就没有菩萨 就没有佛果 所以一个菩萨成佛之后 他也要转过来报众生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现在还是在轮回的众生 一定要走上这条道路 从思维佛的恩德 佛的恩德是从一个非常情感化的角度撬开 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佛的向好庄严 他发菩提心 地藏菩萨第一次菩提心 就是看到佛这么向好庄严 就问什么样的方法 能得到像佛这样的向好庄严 那这个内尊佛就告诉他 你如果能发大悲心去救度众生 就能得到这样的向好庄严 他就由于想得佛的向好庄严 故他发菩提心 然后有的众生听闻到佛 有无量的功德 实力四种无畏 十八不共法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神通 无量的光明 由于对佛得的这种景仰 发菩提心 所以这里面你念佛众恩故 也同样包含这个内涵 但是是从佛跟众生的 这个施恩和受恩 以及我们众生要报恩的层面 来谈怎么样把这个菩提心 发起来 所以念佛众恩就构成了 发菩提心的第一个殊胜的因缘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Sí 阿弥陀佛 還想 阿弥陀佛 好了 柳 咸 爸